经济 数据 人物全纪录 财经部落格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二ing 由于饮食西化 米饭不太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但是其实只要花点巧思 就可以让经营剔透的米 变身为可口的点心 今天我们就要透过 荣获激动十大伴手里的权利米香的传奇 来告诉你 他们用心制作的米香 如何让消费者走进时光隧道 而且还口齿流香呢 我们邀请简助如厂长来分享 非常欢迎简厂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激动权利米香的厂长 简助如简厂长 你好 听说原本你们家里是开面包店的 不过现在这个米香啊 可以说是相传千里还跨到对岸 怎么会想要转型卖这个米香米香 其实过去我们就像主持人您所说的 我们是传统的面包店 那只是说我们一开始 就是米香算是面包店里面 其中一项产品 那我们会做米香 就是因为很单纯的一个原因 就是疼惜自己的家人 你们以前卖面包的时候 也有接卖米香啊 对因为其实传统面包店 米香这是一个传统的糕点 那只是大部分的老师傅 他们都会做这样的东西啊 可是我的印象啊 就是米香不是都有一个车子 然后类似爆米花这样子 对那个是传统的爆米香 传统的哦 对那其实我们的方式在 包括在做法 那包括跟原料的用法 都是跟传统过去那种爆米香不一样 像他们可能是用生米 就是一般我们吃饭的那种生米 对然后所以那个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做 那我们是把生米煮成饭 那再拿去晒太阳 晒成原来还没有煮的样子 那个叫米亚瓜 哦好够钢哦 很费功耶 所以不要看小小一块米香啊 这个成本可是呢 很难去记住 做工是非常繁复的 很繁复哦 所以说一刚开始卖面包 但是后来米香竟然可以卖得这么的夯 表示说大家觉得这个米香 你们的味道是很独特 因为其实过去的传统米香 它只有一种口味 就是古早味这样 那我们现在后来把米香 不断的研发开发出 大概四十几种口味 哦后来我们就要回到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大概是96年 96年 对开始转型做米香 就是开始有做米香的专卖这样 那重新正式的开幕 因为其实我们是一家四十几年的老店了 然后到重新开幕做米 全台湾第一间米香专卖店的时候 大概98年左右 转型哦 要放掉面包 不会觉得可惜吗 那个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过去 在做传统面包店 老实说真的是做到怕了 啊 为什么会怕 因为从小我们就是必须要 回到家里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 包括读书的时候 就是要都要帮忙 下课回到家里就是要帮忙做工作 那我们从早上起床就开始接触到面包 一直到回家睡觉之前 都还是在做面包 是爷爷那一代吗 还是说爸爸 爸爸父亲那一代 所以你们也要帮忙就对了 都要帮忙 因为毕竟自己家里的工作 那时候又比较欠缺人手 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到大 都一直都在家里帮忙 因为这样做到害怕 所以我们就想说 一直都希望说我们能够尽量能够多读书就读书 不要再回到这个本业了 但是你现在就把家业传承下来 听说还跟你哥哥是吗 对就是跟哥哥一起 我们算二代经营这样 那不是说长辈希望你们 或者是说你们自己想要逃脱 可是为什么又回到 来继承家业这个道路呢 其实我们自己也出去外面工作过 我们而且包括我们本身都不是念本科系的 对啊只是说后来 其实父亲他们有想过要放弃 就是说要把它就是租给连锁加盟店这样 那一方面他自己也觉得可惜 那也有跟我们讨论过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也想过说 与其说你在外面工作了一段时间 可能让你有一个不错的职位 可是毕竟你能够学到的东西有限 就是可能是单一部门 或是单一的一个专场 可是我们是想说 也希望给自己一个挑战跟磨练 就回来家里这样接的时候 其实你会面对到的问题会更多 能够学到处理问题的方式 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够更全面 我们再回到刚才 您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就说 不做面包了 然后一方面也是因为你们很害怕 太忙了 但是做这个米香 其实也蛮费工 刚刚听这么说 但是你跟你哥哥啊 你们就决定要孤注一职吗 就是整个完全转型 对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 刚开始从传统面包店转型 做米香专卖店的时候 我们一直希望做一个不一样的转变 因为过去你可能是到面包店 去买米香这样的产品 可是我们希望就是说 你把如果说自己本身品牌 希望建立的时候 我们希望让消费者是来 米香专卖店来买米香 对那要打出这样一个名号 有名气 当然也有好的东西 那你们怎么样把原本家里 就会做的这个米香 再去研发 刚刚您有说有多种口味啊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 从民国96年开始 完全转型 那个时候是单一口味开始吧 对那时候是单一口味 我们一开始只有传统的原味 那后来接触到一些地方政府的计划 那我们开始有了 包括跟在地测色的去结合 像基隆很有名的就是海藻 和平道的海藻 把豆子的冰箱鱼 那这些都是我们入料的食材之一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从一种口味 到八种口味 十六种口味 一直到现在的四十几种口味 那这个技术上 是不是也有许多挑战啊 比如说要用什么口味 融进去让它 就超乎这个一般人 会觉得原味比较好吃 对因为其实在食材的部分 我们每一样的食材都有特别去挑选过 那我们都尽量是以当令的食材为主 那我们因为不添加人工的香料跟色素 我们就希望就是说 因为是把它 像是做给自己家人吃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我们希望是健康就好 所以在原料的部分 我们就不计较成本 那就会希望就是说 用更好的原料去产现产品本身的特色 所以其实像我们有时候 会强调一个食物里程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就去用到台南的黑糖 花莲的黑糯米 东港的樱花虾 其实台湾有很多在地的一些食材 那我相信这些都是非常具有特色 那我们在做原料的时候 就把它当作是我们入料的一个原料之一 那其实在每一个原料 我们希望去展现它的特色的时候 跟食材本身的原色原味 那这都需要相当的技术 跟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 到处找食材 不容易 要找到大家能合作愉快的 都是在台湾这块土地 但是你们就 有这样的想法就到处去翻找 但是稻米呢 米的部分我们也坚持用台湾米 因为其实过去 像之前有一个越南独米的事件 那其实对台湾的一个米农部分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包括在台湾的米制品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 我们希望用的是台湾在地的东西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 也是用云林的 云林的 对对 浊水溪的 浊水溪的米 对那其实在米的部分 都有特别去挑选过 我们就希望说 即使价钱高没关系 那我们希望米的品质要好 对就不要去参加一些漂白剂 或是一些 有些客人可能会希望说 为什么你的米不白 不是应该白会比较好吗 对 可是我们就反而强调说 其实米的颜色 如果说像我们去蒸煮过的时候 它的颜色会呈现一点淡淡的黄色 没错 对反而不像说 你可能希望就是看到很白很白的米 那这样反而是有添加一些 可能化学的药剂之类了 对对对 其实反而并不是那么的健康 这颜色的辨别 其实呢 大家可以透过我们厂长这样解说 就可以知道原来呢 有些漂亮的颜色并非是健康的颜色 其实越天然的东西不一定好看 就像你在当中说 好吃的东西 对不一定是好看的 对不一定是健康 但是健康的东西可能就不是那么好 没错 就是我想你们是累积很多的经验的一个心得 所以找到好的食材 但技术上你说这么多种口味的调和啊 有没有失败的滋味 有尝过 其实失败经验是一定会有 那是我们就是刚开始在尝试的时候 毕竟我们父亲 我们父子辈这边 他其实是具有一个中式跟西式碰调的弟子 他就是老师傅啦 对父亲本身就是技术弟 所以他其实在教导我们的时候 他就是过去经验的累积 那相对我们也会去请教一些 包括学校老师或其他的一些前辈 就告诉我们说 每一个食材他会有怎么样的特色 那我们在尝试在做新口味的时候 当然会经过不断的尝试跟测试 那找到一个 能够把食材本身的特色展现出来的 那个比例拿捏的时候 我们才会请客人帮我们试吃 试吃完以后我们再去做调整 当客人接受程度都普遍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才想说希望去做一个上市 真的很有心 要通过消费者的嘴巴 才知道说到底能不能够卖得好 符合市场的需求 是是是卖得好 其实我觉得就像您刚提到 就是本着一颗就是要做给家人吃 这样的好的东西 所以你们一再的寻找在地的食材 健康安全的 好食品好人气夯 现在大家很重视食品安全 我想从刚才您的解说就可以让我们知道 真的是信誉保证 所以呢 我们当然更大胆的跨海到中国大陆 去把好滋味做一些分享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机会 到中国大陆去把我们的好东西 让他们也见识到 能够尝到 这两年来我们一直都有参加一个 就是厦门的文化博览会 对那文博会的部分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那每次我们都会抱着一个学习 跟互相成长的一个心态 那最主要他是说 这样的一个平台 能够让两岸的业者去做交流 那其实也帮助我们在了解 大陆市场未来在行销的一个 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我们也希望藉由这个机会 能够让更多的我们大陆朋友 能够尝到我们 这样一个具有特色的糕点 台湾在地的传统糕点 每位真的是远近殖民 那么现在到中国大陆市水温 买气还满意吧 其实客人消费的回馈的那种 满意度还蛮高的 包括回客率也其实也蛮高的 可能他们一开始会觉得说 这样一个米香产品 它具有什么样的特色 为什么包括鸿海的国台民国先生 他特别指定我们家当做 他结婚订婚 特别要使用的伴手礼 就是去看郭台民国先生 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名气的广告 因为当初我们就是希望说 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 这样具有台湾特色的东西 去做一个传承跟推广的时候 那很荣幸得到郭先生的青睐 他也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 所以他就是帮忙 就是使用了我们家的产品 去作为他结婚订婚 包括他现在送了伴手礼 也会常常跟我们做订购这样 老实说那个时候郭董指定你们的产品 你会不会吓一跳 一开始还不知道 他是真的很神秘 对就没有特别讲 他反而是透过饭店的主厨 来跟我们订购 对那他就是说 希望就是当做一般的客人 他不用特别有什么样特殊的待遇 这样因为他觉得一个好的东西 其实他一定有他本身的坚持跟要求 还有品质在 所以郭先生他对于这个部分 他也特别放心的交给我们去做处理 这几年我观察到就是在台湾 我们这个结婚的一些订的一些礼 准备从早期一些就单纯的饼 其实像米香也是 而且你们这么的有创意颜色 还非常的缤纷 所以非常的讨喜 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感到好奇 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主办单位 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试水温 在短短几天之内怎么样在众多产品当中 能够很吸睛 其实我看到你们的设计 非常的具有不同的人的感情的温度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那样子的场合 也让大家会多驻足 你这个设计上是不是也特别用心 对因为其实产品本身 如果说能够得到消费者的青睐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那我们其实希望说透过包装的部分 能够让产品本身能够更加分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推出一个新的包装 像我们过去有推出一个时光盒的经典系列 它其实是一个四色的包装 那我们就是透过剪影的方式 来做一个情感的呈现 那它四个盒子分别代表的时期 就是从祖孙琴 就是我们品牌的故事 那一直到小朋友长大以后 会结交了朋友 所以还会有一个麻吉时光盒 代表朋友之间的故事 那到后来变成恋人的时候 会有一个爱情的故事 然后回到家人 又是一个家人的故事 那其实这是一个感情的一个循环 那代表人一生当中 四个不同的时期的情感 那也是代表说像我们的米香 能够让你在这段不同的时间当中 每一个不同的时期 有不同的口味 酸甜苦辣 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回忆这样 人生滋味家人感情全部迁徙在一起 所以会想要吃米香的 不光只是这个小孩子 对 大概是年长者 大概也蛮喜欢吃的 对啊 从八岁到八十岁都可以 咬得动吧 可以可以 我们的米香跟过去传统米香 有差别 就是说 其实我们最大的特色是 可以吃冰冻 哎呦冰冻啊 好像很少人听过 对因为冰冻过去传统的米香 它拿去冰会容易变硬跟黏牙 是 那相对的我们就是为了强调健康的时候 我们特别在糖的比例上去做调整 那也因为这样让我们的米香 能够吃冰冻 而越冰会越酥脆 哦哦哦 这个是无意之间 然后尝到这样的滋味 还是说其实你们是绞性脑汁 让它这个吃法有一点变化 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 一开始是无心插流啦 因为我们本身低糖 到了夏天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软化的情况 对对对 因为怕热 麦牙糖本身预热容易软化 那有一次就想说 那我们试试看来吃冰的方式好了 就没想到 哎就这样的方式下 竟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吃法 所以呢只要用心的话 也许在无意之间就会让你发现 但是其实你们心意在想说 到底有没有什么突破的好方法 对对对 嗯这个冰冻的吃还真是蛮特别的 所以在台湾有很多人吃得很开心 当然你把这个香气呢 带到中国大陆去 未来不晓得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其实我们本身就是一直很注重自己本身品牌的建立 那我们也一直持续不断在做品牌经营这件事情 那未来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开发更多不同系列的米香产品 让米香这样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的东西能够融入在生活当中 我们希望从小扎根 所以我们都会配合学校去做一些活动啊 或是公益的活动 包括赞助家福中心这些 那我们就是期许自己能够未来有机会可以成为米香的第一品牌 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努力 对中国大陆虽然也有产米 但是我想这个创意不同的发想 那么在台湾我们真的看到了非常具有人的温度 还有关怀的这样温暖 那么相信这个品牌一定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这么有感情 这么的有爱心的台湾 这个好滋味 好今天非常谢谢基隆权力米香剪制乳厂长 分享你们如何以家传用心制作的米香 跟更多人来交朋友 非常感谢您 也谢谢您 谢谢